他把稻草凝成麻绳缠绕在摩托轮胎上 在这怀孕的妻子走在病天雪地里 1350公里五天四夜 这是他们定下的出行计划 一路上他的摩托车不止罢工过一次 也曾在冰面上摔个人羊马翻 但是他站起来依然面带笑容之说一句 快到家了 没错 他的目的地就是老家 一年的艰辛只为回家吃上那一口团圆饭 这个男人名叫王正年 是在广东赵庆工地上打混凝土的农民工 2011年1月24日 王正年起了个大早 为他的摩托车做最后的检查 今年能否和家人一起过年 全都要仰仗着这辆摩托车了 检查完车子后他穿上了自己的七行红具 然后带着妻子出了门 为了在路上有个照应 这则王正年和妻子 哥哥 嫂子三人商量 一起骑摩托车赶回1350公里以外的贵州十千老家 而之所以放着好好的火车不坐 犯而要起五天四夜的摩托车回家 王正年也是细细地算了一笔账 回家的车票两人来回就要两千多 而起摩托车顶多花六百 省下的钱就可以给家里买年货 更重要的是 王正年在工地上一个月最多才赚两千块 汽车回家都快要省下一个月工资了 没说到这里 王正年都是一身的劲 就这样他们结伴开上了回家的路 妻子在王正年身后牢牢地搂着他的腰 然而刚出发没一会儿 王正年就感觉到背后妻子的手逐渐松开 他赶忙停下车询问背后的妻子 才发现是妻子睡着了 这让王正年不眠有些担心 以后的路还有很长 不知道怀孕的妻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好在妻子缓过了精神 这才让王正年放心了不少 虽然他与哥哥结伴而行 但是一路上他们因为着急赶路很少有交流 只不过是防止发生意外是无人照应 第一天的路还算是比较顺利 但到了傍晚时哥哥突然停下了车 他的个头比较高 长时间的骑行自食压的他胸部肿痛 不过短暂的休息后他们又上了路 一直到了深夜他们才找到了一个饭店 在这里跨过一夜顺便吃上一口热饭 50块钱 狮子的饭店逐宿一晚的价格 虽然条件简陋到只有两张床 但是王正年已经很满足了 他们取得老板娘的同意 把摩托车停进了饭店内一方丢失 然后吃了饭后 陆续进了梦想 这是他们回家路上的第一天 花了12个小时骑行了400公里 才刚刚达到了全城的临头 第二天天还没亮 王正年和哥哥就已经起床 因为没有这只地图也没有导航 所以他们只能在本子上规划好回家的路 他们稍微吃了一点东西兑付了早餐 然后就再次汽车与黑夜通行 按照停下的计划 他们这天要进入湖南界内 才有可能按照规划的时间回到老家 为了让姐在骑行路上的话 王正年在车上安了一个小音箱 一路上都放着节奏轻快的音乐 然而因为没有地图 王正年在找不到路是经常会走岔路 好在有附近村民的帮助 他们才能一次又一次地走回正路 只不过会浪费一点时间 就这样停停走走 冷了累了就在路边点上一堆火 抽上一根烟 闲聊几句后继续出发 然而王正年还没走过远 他就感觉到车子好像走不动了 这才知道轮胎被炸破了 他只能推着摩托车去找最近的修理铺 修理需要一个小时 这让同行几人有些焦急 照这样下去 他们很难在今天赶到湖南 但是没办法 他们只能默默地等待 讨不容易修好了轮胎 天却已经黑透了 更让王正年发愁的是 这时路上还骑了大雾 能见度不足是你 让他们的骑行愈驾艰难 然而就在这时王正年的车 有一次罢工 无论怎么坐摩托车硬是打不着火 无奈之下 他的哥哥只能拉着他的车前行 就这样缓慢地拖行半小时 他们终于到达了附近的县城 这天想要到达湖南是不可能了 这天他们骑行340公里 花了14个小时 第三天他们和前一天一样起了个大早 希望把前一天落下的路重新给不回来 直到中午他们才刚进入湖南界 但是天气也变得寒冷无比 于是中午他们决定好好休息一下 找了个饭店吃一顿牛肉火锅 这也是他们这几天吃的最好的一次 80块钱的火锅虽然没有几块牛肉 但他们都十分满足 按照计划 明天下午他们就能到达老家 吃了饭后他们的心情不错又踏上了旅途 到了下午4点半 道路变得越来越难走 因为天气原因路上还结了冰 尽管他们把车速控制在30码 但是个个还是三次摔倒在地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只能推着摩托车缓慢前行 一个多小时才走出湖南近和贵州 家越来越近 但是路却越来越难走 到了晚上每个人尽管静疲力竭 但还是走了三个小时 起见为了躲避货车王正俊再次摔倒在地 终于到达了县城休息地点 这一天他们花了13个小时 但仅仅走了290公里 第四天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到十千老家 但是因为哥哥昨天手上摔了三次脚 被汪正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为了等待哥哥 汪正年在中午把车停在了桥上 趁此时候妻子给他派到身上的包装 还拢起了一堆火进行取暖 这时候从他们身边路过了一辆一辆摩托车 经询问 他们好几个的目标都是十千 家越来越近 每个人的心情都很不错 然而当汪正年等到哥哥后走到一个村庄时 却突然看到了棘手的一幕 在那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因为雨雪天气太大路被封掉了 虽然之前遇到过许多绕路的情况 但这条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要绕行 那么他们将整整浪费一下午的时间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冰面上走 危险就伴随在身边 但即便如此 他们走过这样一段落叶的需要很长时间 无论走哪条路 他们今天能到家是不可能的了 就这样他们第四天的行程结束了 这一天他们骑行355公里 花费了将近11个小时 第五天距离除夕还有四天 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能再拖了 这天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家里 但是雨雪天气加上路面结冰 让最后这段路最为艰难 王正年的头盔上结了厚厚的冰 速度也不过三十脉 即便如此还要偶尔躲避过往的大车 哥哥走在前面摔倒过不止一次 虽然王正年晚分小心 但还是连人带车摔了个人养马翻 他连忙看后坐还院的妻子 好在速度很慢 他们都没有受伤 看来想要快速地通过这一段路并不容易 无奈他们找来了稻草 用手搓成绳子一圈圈地套在轮胎上 但这样的绳子并不能坚持太长时间 可能一个小时就会磨短 所以他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通过这一段冰冻路面 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工人 他们往道路上撒盐 就是为了给在外的游子们铺完这一段路 而妻子怕给王正年增加负担 自己一人走在路上 终于在中午他们走了出去 下来的一段路终于变得坦荡无比 又骑行了60公里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那个期盼已久的路牌 中天路桥向十千人民问号 这就意味着他们终于到老家了 几人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之前遭到的磨难统统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他们并没有着急回家 而是在镇上挑选了一些年货 这虽然只是一鞋糖一块肉 但黑色袋子里装的都是沉甸甸的家乡情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 路上的熟人也越来越多 还没等他们走回家 王正年就看到母亲孩子已经在村口迎接他们 村民们看到了许久未见的老友 纷纷邀请王正年去他们家做客 最后还是母亲好不容易才把王正年抢了回去 他们终于见了面 母亲在家里支起了大锅 家里的男人又拔样了一年的猪拉上了桌 烟花抱住生肿 一锅简简单单的涮菜 倒出了这一路上那么多的不意 但就是再多的艰难 在团圆饭吃进嘴里的那一刻 一切都幻化成了幸福 最后他们一家在一起派了一张全家福 我们才明白 这就是家的分量 如今临近了2024的新年 相信还有许多人还在回家的路上 看了王正年的漫漫回家路 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 上一年我们过得好吗 下一年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改变 边编农球